美光SK海力市宣布削减资本支出 IC设计业者也因为库存去化减少投片量 不惜支付违约金也要取消金源代工长约 业界传出多家上游矽金源厂 已经同意客户延后拉货 代表矽金源市况难逃景气下行影响 那事实上在明年的年初开始 那么恐怕在矽金源厂 整体的一个业绩的表现上 那么就会开始那么面临到 包括了来自IC制造业者 他们对于这个矽金源的需求 开始输件减缓 那么至于短期之内资本支出的一个下修 那么这个都会影响到 那么对于矽金源的一个下单量 国内指标业者环球金台胜跟合金 2023上半年营运表现可能面临挑战 尤其6寸以下的矽金源产品需求最弱 价格可能进一步下调松动 但8寸以上价格较为稳健 12寸则是受到影响比较轻微 12寸目前都还好 那当然也有一些 它的应用领域跟手机关联性比较高的 它就会受到比较多存货的压力的影响 那也就陆续开始讨论说 出货是不是出 缓个两个礼拜出 就是给他们有一点空间 不过这些都还在讨论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环球金12月1号即将在美国举行新厂动土典礼 扩建计划并未喊咖 董事长徐秀兰更将亲自出席 专家指出高通膨导致3C消费产品需求不振 但车用晶片展望强劲 此外各国强化半导体供应链自主浪潮 也带动细晶元中长期扩建需要 包括环球金美国新厂2025年产能少量开出 台胜科云林新厂按照计划进行 合金台湾龙潭厂扩建12寸的锡金元产能 预计今年底建制完成 新大据持建立审位同 台湾TV采访报道